哈囉大家好,我現在在成田機場 等一下要搭長榮飛往台北的班機 有換我之前影片的朋友應該會發現我是 蠻忠實的華航會員 盡可能我都會訂華航,然後里程也都是累積在華航 不過這次想說要換個口味 所以就用里程換了長榮的商務艙機票 是我第一次搭長榮的商務艙,蠻興奮的 雖然這次搭的並不是長榮最新的787 而是他比較舊型的A330 但是還是蠻期待的,畢竟是第一次 我們要去登機囉 從台灣飛來的班機應該快要抵達了 現在是在空橋這邊,等飛機過來 長榮目前總共有9架A330-300 其中6架有較新的商務艙座位 包括我們今天要搭的這台 機領約為6年半 今天的班機會從中京城田出發前往導演機場 等待時間順便看著地面作業很療癒 馬上就要登機時間了 今天選的座位是靠窗的最後一排10K 就是這個位置 長榮A330商務艙採222配置 共有30個座位 滿機情況下靠窗座位進出會稍微不方便 兩個緊鄰的座位中間有個隔板 但中央的扶手是共用的 隔板旁邊有個閱讀燈 下面一點有座椅控制按鈕 萬國插座則在扶手正前方 靠外側有娛樂系統控制器 USB和耳機孔 外側的扶手可以調整高度 上機時枕頭跟毛毯已經放在座位上 毛毯有點厚度 內層很舒服 座椅雖然是可以180度躺平的 不過因為腳踏墊比較小 全躺時腿部空間會有點局促 頭枕後面有個微妙的置物空間 本來是放這個耳機 打開盒子後發現耳機品質還不錯 醬燥效果很好 銀幣飲料點了綠拿鐵 原來是蔬果汁 同時也收到了菜單 餐點的部分事先預約了頂泰豐的套餐 飲料則想試試冠軍咖啡 餐桌要從中央扶手拉出來 桌面還蠻大的 商務艙位置探索的差不多了 正要準備後退 旁邊停的是長榮的787 這兩班間距很短不到一小時 下次一定要達到 現在來玩玩娛樂系統 螢幕很大觸控反應也不錯 懶得起身可以用遙控器操作 還可以當第二個螢幕很方便 飛了一下猛然往外一看 正下方竟然是剛白頭的富士山 這樣的美景搭配餐前的香檳跟米果 真享受 餐點上桌囉 前菜有芋頭、黃瓜跟燻雞 主餐是頂泰豐的蝦肉紅油炒手拌麵 還有人中牛肉湯 湯夠熱,味道很棒 再來吃一下炒手 味道還原度非常的高 這個套餐可以讓你一秒回到台灣 推薦想家的人可以點點看 餐後的營養露對我來說有點甜 現泡的冠軍咖啡很適合做結尾 滿足 洗手間很明亮 也有全神鏡 還有提供乳液跟洗手乳 也有鮮花呢 第一排座位的腿部空間好像大很多 吃飽躺一下看完電影後 很快就準備下降了 最後還收到小糖果 這次長榮A330商務艙開箱就到這邊了 記得訂閱 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下支影片 Construction